好 另外在乌尔战争部分 戒满两周年 乌军持续完强的反击 宣布取得了新的战果 也就是在亚述海 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A50预警机 这一架的A50预警机 造价是104亿新台币 乌克兰军方透露说 是在战场前线 大约是200公里处所击落 也是同一架战机 一个月内第二次被击落 黑夜中炸出一团火球 就在乌尔战争 建满两年的这天 乌克兰宣布 击落一架俄罗斯A50预警机 根据乌克兰军方消息 这架俄军A50预警机 造价约3.3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104亿元 如果属实 这是一个多月以来 乌军击落的第二架同款飞机 上一次是在1月14号 与此同时 俄罗斯再度对乌南港城奥德萨 发动无人机攻势 虽然乌军能够击落9架无人机 但仍然有落网之余 一架击中当地商业区 造成三死 乌克兰中部蒂涅伯罗 也有名宅遭无人机命中 就当乌克兰百姓 承受战火所带来的痛苦之际 边境的另一边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开开心心 庆祝祖国保卫者日 来到军人墓碑前献上花环 普京还宣布 俄国95%的战略和力量 已经现代化 空军近期又接收 四架新型超音速核轰炸机 看来西方祭出的制裁 效果不彰 两年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预估受到西方制裁 俄罗斯经济会萎缩 但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俄国仍有办法出口石油 经济反而成长 专家分析想要改变现状 与其祭出制裁 不如提供给乌克兰远程武器 更有帮助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两年过去了 美国近期也针对俄罗斯 再度祭出了新一轮的制裁 针对像俄罗斯的 像金融部门跟国防产业 等等的面向 总共超过了500项制裁 然而英国的经济学员报导说 这些制裁再多 恐怕依旧效果不彰 因为还是有国家会钻漏洞 甚至是直接拒绝制裁 只是战争届满了两年 也代表正式进入第三年了 我们来看看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虽然有60%的乌克兰人 依旧认为会赢得战争 但是比去年5月份调查 减少了20% 而且同时有越来越多人觉得 乌俄双方是平分秋色 因此在弃灵土换主权的支持者方面 也上升了14%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不远迁离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刚下火车还差点走错方向 不过梅洛尼这趟的目标很明确 今年他刚接下G7的轮值主席 周六首度由他主持线上领袖峰会 他特地遗失到基辅 加上欧盟支尔会主席范德·赖恩也来了 都需要用行动力挺乌克兰 就在乌俄开战满两年的前夕 西方各国外长还有联合国秘书长 都没忘记替乌克兰发声 所谓的和平对乌克兰来说 就是俄军无条件撤军 只是西方国家军援乌克兰卡瓜 还有许多乌克兰军人在美国德国 跟英国受训也面临断炊 美军打算自套腰包继续训练 德国甚至有意延长训练到年底 而美国则是再度对俄罗斯祭出制裁 美国针对金融物流 航太国防等500个实体或是个人开刀 包括俄国的航运巨头也遭殃 还有17间帮助俄国的大陆企业 也榜上有名 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知难而退吗 答案大家都知道 提问宣众不到 好当然了在战争同时别忘了 下个月俄罗斯即将举行总统大选 因此寻求连任的普京 虽然几乎是笃定当选 但是为了冲高声势 还是下了最后通牒 他说要在三个星期之内 完全控制卢干斯克 而且在未来半年之内 还要完全控制盾内刺客 这两个关键的乌冬战曲 其力听国歌 普京左手边是俄罗斯花华天才少女瓦丽娃 刚因为惊讶风波 遭国际竞赛四年 却成了普京身边做上兵 俄罗斯第一届电子竞技大型运动会 邀请来自107国超过2000运动员 奥运和国际赛事被排挤 普京干脆自己办 这趟来到俄罗斯克山 普京还登上轰炸机 这架是俄罗斯图160M战略轰炸机 可以看到普京坐进驾驶舱 飞上天空30分钟 手指还按着按钮 这架战略轰炸机能挂载核武 是俄军和三位一体重要成员 除了坐车机 还亲自驾驶俄罗斯产的卡马斯大卡车 在俄罗斯战争满两年前戏 三月大选之前 不知普京要无揚威 克林姆林公关员 各个自信满满 毕竟俄军才刚在乌克兰 夺下阿福底夫卡 动作更大胆 其实连北约国家都感觉到了 法国军方指控 俄军威胁设下在国际空域巡逻的侦察机 同时北约越来越担心 和俄罗斯直接冲突 目前正在进行冷战后最大规模军演 而战争打两年 乌克兰平民的生活 一样抽云惨雾 在赫尔松 合的另一边就是俄军 白天夜晚停不下来的爆炸声 经历两年摧残的居民 习惯了恐惧 也习惯住在废墟之间 每天等物资送来 两周年之际 战况不理想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 生生求援 西方盟友们其实听得到 除了制裁欧洲国家 也在酝酿下一波队伍军员 德国正在考虑送出最大射程500公里的金牛座飞弹 丹麦星期四也宣布将近2.5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 特别新闻众号报道 好 至于在另一头中东地区的以哈冲突 总理纳坦雅胡首次提出了加萨战后计划 内容包括像是把哈马斯跟相关组织排除在所谓的行政体系之外 另外也计划在加萨边界要建立安全缓冲区 而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军队未来能在加萨 无限度的自由行动 不过这内容曝光之后 甚至连盟友美国也都不支持 以色列坦克与直升机持续出任务 加萨大部分地区已被摧毁 因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首次提出战后加萨计划 大坦雅胡的要求包含加萨去军事化 以色列保有军事行动自由 以及在加萨边界巴勒斯坦一侧建立缓冲区 哈马斯也表示对纳坦雅胡的计划没有兴趣 加萨人在残破的拉法清真寺祈祷 试图找回一些生活痕迹 对于纳坦雅胡的战后提议 巴勒斯坦人很不以为然 纳坦雅胡的提议等于是让以色列全面控制加萨 并缩减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区域 要让巴勒斯坦人同意恐怕不可能 TV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说到2024对台湾的军购传出了好消息 因为先前战争不断加上全球供应链问题 有所延误的美国对台军售 今年即将陆续开始交货了 包括的是M1 A2T战车 还有66架F16V 还有海马式多管火箭等十几项的先进武器 玉系国军都经常今年开始分批接收 120公里口径强大火力 复合式装甲给予车体充足防护力 还兼具了不俗的机动性 为国军作战需求打造的M1 A2T主战车 据传最快将从今年第二季开始交付 如果一切如期如值 我国采购的108辆艾布兰战车 将在三年之内接收完毕 代表北台湾的陆军联兵旅 就快要迎来全新战力 如果当你在面对敌人 你要跟敌人搏命的时候 人员有信心但装备没把握 这个仗是绝对打不下去的 M1 A2T是可以跟99大改 PK的一款主战车 不过比敌情威胁更迫切的 是庞大军费支出 因为人员训练和装备妥善率 都得用钱堆 你要能够形成初始战力 陆军的训练来讲的话 因为它还包含模拟器的购置 然后各种地面装备 然后人员的种子教官的选训 跟种子教官回来台湾之后的 培训跟扩训 而主力战车 软硬体设施的全面完备 是未来三年之内国军军备 大幅更新的缩影之一 包括66架F16 Block 70 在美国国会敦促之下 终于准备交击 2024年美国对台军售 正式进入交货高峰期 先看正面影响 除了主力军备进入新的世代 技术转移或维修需求 不发商机 不管是对外或是市商的这些军供 特别之前有2000多亿的特别预算 这方面来讲的话 代表说这相关的资源 已经投入到我们的相关的 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 有关国防产业这一块 那当然如果对美国采购的部分 还有所谓的公和 offset的这部分 也会回归到国内来 如果能够运用得宜的话 对国内的国防产业 也是很有帮助 但是产业期待的这股火水 所费不资 摊开今年度国防总预算 其中军事投资 1305.6亿的十多项公开项目 空军主要是F-16 和爱国者飞弹相关配备 陆军除了新式战车 还有标枪刺针飞弹 海马式多管火箭 火山波雷系统等多项武装 加上海军暗制鱼叉飞弹 重型鱼雷和其他直射武器 因为金额高都得分年支付 使得未来三年 立员预估需求数字 每一年都超过500亿 其实当然以目前来讲 军方他们在编列 这样一个预算的时候 他如果把年度预算提高 但事实上目前来说 年度预算能够提高的范围 也是极为有限的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紧缩到 这个作业维持预算 因为以向人员维持预算来说的话 未来还因应大量的 这个义无义的人员入 人员维持费会增加 那人员维持费 他势必须要 也会挤压到作业维持费 国会预算角力 心同在年初就被预告 国会三党不过半的全新局面 恐怕让国军的战备和演训 还得为了预算量入为出 那我们如果作业维持没有 你的后续没有战力 那你钱就那么多 那是不是我们要先 编列一些特别预算 那编列预算 我们已经已经编过 海工特别预算 编了将近2500亿台币 新的政府 新的国会民意机关的成立 代表说以后对国防预算 相关的这方面的监督力道 会更加的强化跟严谨 这当然是欢迎 因为毕竟是代表民意 但这也对相关军事 这个采购作用人员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更谨慎 更小心 特别是在执行着相关的方 相关计划方面 他必须要去落实 包含他的进度的管控 包含他预算的支用等等 而武器性能能否发挥 有赖人员素质 偏偏志愿意 别说边线比 官士兵的离退增加 问题在这时也将被凸显 因为我们人不够 你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要靠人力来发挥 那我们现在招生招募出了问题 不然你买在这种武器弹药 没有人 那你买都 那这是战力展示 做阅兵 做阅兵参考做一支用 你没有办法发挥他作战的功能 国军常年高喊的小而精 小而强 仍然有其极限 接装新日武器 同时维持军队体质健全 才称得上战力保证 TVB的新闻 朱光宏耶福拍不到 好 当然有了武器 如何有效运用是更加重要 因此国军队与训练的要求 是大幅提升了 像是陆军的新训中心 最近针对一年兵执行的基础 鉴定设计的课程 就严格要求一南 在175公尺握射项目当中 合格率要达到5成以上 才算过关 沿堤后方 励姿射击考验一南 如何在战场上快速反应 只是要成为一名合格步枪兵 练习自然不是过场而已 包括25公尺归零射击 装填子弹统统靠自己 175公尺无依托握射 18发子弹中 至少要有9发命中 也就是命中率达5成 才能通过 这算不算合理要求 18发中9发应该还有 其实是归零把的问题 你枪有没有归零归好而已 我是满把放荣一家的 借着练习跟竞价可以培养自信 我们的身家财产信命都靠他们了 他们要加油了 当过瓶的都觉得没什么 但还没当的可能无法 如此从容 为了放假 自然就会变准了吗 时间就是最好解答 但看看新讯后备单位中的主力步枪 65k2打从1987年就开始量产 至今已经有37年历史 有专家质疑对射击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可能我随便拿一把枪给这个异男 他就可以立即的一个上手进行射击 我们的65k2步枪 毕竟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65k2步枪的一个保养的状况 能不能去达到这些射击的要求 这里的话值得也是我们值得思考 除了强化 本职学能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是不对生存法则 TVBS学能够参与会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